隨手拿起一片椰子葉 沒幾下就變出一隻 栩栩如生的詐猛 鄭春喜在這片椰子林當中 找到許多的樂趣 她的一雙巧手 不只發揮在椰子葉上 整個林區內大大小小 充滿自然風味的桌子椅子良亭 全都是親手製作 她相當自豪地說 一切都是最天然的 她整個良亭 感覺她非常在地 自然 這就我們這附近自己的家園 這個東西就自己親手 土法鏈一手打造出來的 整片椰子梨中還有一個秘密基地 就是這座三層良亭 尤其她最愛到高處望遠看風景 這動物 人也是動物 都要騎高 高高 感覺神清氣爽 眼睛過得我們看風 身心好 感覺也好 取之於自然 用之於自然 是鄭春喜的堅持 也因為這樣讓整個林區 呈現最原始的自然風貌 東台新聞陳敬業 張俊廷在出路的採訪報導 他在顯 tongues 瘋狂 神明 久不見 那個 駅